范醫生 你好 你認得我嗎? 你是上次弄傷腳的那個嗎? 是呀, 腳沒事吧? 沒什麼好很多, 不過有時候還有點痛 那要小心點 我差不多夠了上課, 準備一下 各位同學, 你們好 我是新來的代課老師范子瑜 因為你們之前的導師有些事來不了 所以今天由我代課 但是醫院工作比較忙 我只可以代課三個星期左右 之後又會由中心安排其他導師教你們 今天我教大家的就是包紮法 但是包紮之前, 我需要一位同學幫我 不知道誰願意出來呢? 這位太太 太太, 你貴姓? 叫我洪太太, 行了 謝謝你, 洪太太 包紮法分為很多種 有手背包紮法, 手爪包紮法 以及膝部包紮法 今天教大家的是八字包紮法 首先, 檢查傷者的傷口是否有疑脈 如果傷口清潔的話 就可以用膚料 直接壓法, 承高雙肢, 幫傷者止血 然後就可以放下手, 進行包紮 對, 承高雙肝 承高雙肥 洪太太, 你包得挺好 這麼多個學生之中, 你進步最快 謝謝, 還是你調得好 范醫生 你說了這麼多, 不如喝一口湯吧 別客氣了, 你自己喝 我熬了很多, 就當你幫我喝點 花其心響我煮雞 你做醫生的經常睡不夠 這些適合你喝, 滋鎮養顏 謝謝, 很香 你煮的湯很好吃 拍得住我家的妖姐的手藝 是嗎?如果你喜歡 我下次就拿給你 好 動蘭 我爸爸叫你什麼? 魚仔, 為什麼你會和媽媽一起? 你為什麼要瞞著我? 對不起, 我馬上見面你 你想見我?你想見我 你當年會丟下我和爸爸不理嗎? 你有沒有想過回來找我們? 沒有 媽媽, 先走了 你別想現在借這次親近我 煲湯給我喝, 再跟我聊幾句 我會原諒你 不會 這輩子不會, 今天不會, 以後也不會 妹妹, 你有沒有做過盡媽媽的責任? 你幹嘛來吵媽媽? 那她倆不是兩姐妹? 對不起, 我沒有姐姐 回家裡走